您现在收看的是广东新闻频道 2016年8月29至31日 全球持久化妆文秀艺术节 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 本次会议是由发起人赵国民先生主办 同时本次大会还邀请了全球众多贵宾 美容美发行业马亚会长 来自于德国国际文秀主席玛丽娜女士 意大利OKSchool商学院院长尼古拉先生 亚洲主席徐小平老师等等 阵容强大史无前例 吸引了来自全球6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上千名选手 报名参加 共同打造一场高水平高权威高质量的文秀技术交流和大赛 30号上午全球持久化妆文秀艺术节的高峰论坛相继开始 即学术技术艺术管理时尚文化与一身的 世界文秀产业论坛 通过徐小平老师的分享 真正的让大家了解到了文秀技术的真谛 我从事文秀行业二十年转 一直看到了中国的文秀行业文秀技术 一直在创新当中 我们走过很多国家 很多国家的产品 品牌做得非常好 但是呢 我们中国的文秀技术 在全球来说 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国家 这个时候我想 我个人想 想把中国的文秀技术 首先推到了全世界各地 同时我们 向全世界各地的文秀基因 文秀公司 文秀技术老师 学习更多的国外的生意理念 和品牌文化理念 首先感谢来自全球 三十多个国家 各位选手和嘉宾 参加我们这一次 全球持续化妆文秀艺术节 我们在中国 也是第一次打造这样的文秀艺术节 在很多年前 我们去了荷兰阿姆斯特丹 去了美国纽约 去了意大利的米兰 我们都看到了很多国家 有这样的盛会 但是我们呢 想在中国打造一场 全球 规模巨大的 一场这样的专业性的交流大会 我们想通过这次大会 把中国最好的文秀技术 分享到全世界 每一位文秀老师 让在未来的文秀技术领域行业 让更多的人 通过我们这次大会 可以经营好自己的生意 同时也可以把这个行业 推动未来行业的发展 今年这是第一届 在明年如期 我们会继续第二届 后年也会继续第三届 大家好 我是来自成都的参赛选手 我叫刘畅 很开心能来到这里 和很多精英 然后聚在一起 然后切磋记忆 然后预祝这次比赛 能够成功 非常激动 感觉挺激动的 挺期待的 祝全学国持久文秀 二专一 祝前 圆域成功 我来自北京 就是我们和今天来的 所有的朋友们 是一样的做这个 办永久 这个文秀事业 我今天来真的很荣幸 我觉得今天这个 这次的活动 办得特别特别好 然后我们也很期待 就是我们共同美丽的事业 以后能做得更好一些 我是来自广州 修煤坊专业树煤的 周书军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31号上午 国际赛事正式开始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最后评选出了 全能冠亚季军 每眼纯单向冠亚季军 以及技术金奖 精彩的时刻到了 晚上的明星颁奖盛典 为本次大会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特别还邀请了 胡斌等歌唱明星 出席本次活动 带来精彩的节目演绎的同时 也为大赛的获奖选手 进行了颁奖 为全体文秀人 增添了明星光环 最后全球持久 化妆文秀艺术节 在一片热闹的气氛中 落下帷幕 我所感谢了 我所感谢了 很多发展 在世界上的发展 但我没有看到 PMU 没有见过 我看到 一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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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必须做的恭喜 Mr. Zhao 因为他有很努力的工作 有很高的情感 和很高的尊重 跟所有的同胞的同胞 恭喜 先生 Nicola说他去不同国家 去看一些更新的图片 但是像这个一样 是非常幽默 他看到了一种大专业的专业 每个人都要感谢 非常感谢 因为他的感觉 和他的感觉 和这很大的比赛 我非常感谢 所有的优优 因为我同时也在不同的比赛 但我没有看到这种比赛 也认为今天有一个技术技术的技术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给大家分享的技术 与不同国家 因为它是非常重要的 风格在世界上 是非常不同的 它 depends on the city where you can go 这里我们有机会 我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这些风格在这里 是同样的 你和你 要认为 和分享 我认为这些机会 我认为这些机会 我认为非常棒的 我也觉得非常欣赏 这次的大会 我跟尼可拉先生也是一样 去过全球各地的比赛 然后觉得这次大会是举行的最棒的 因为这里有技术的分享 然后还有都是专业的老师 所以他非常非常感谢 这次赵果敏邀请他来参加这次大会 before I said everything what I want I want to first thanks Mr. Zhao who I am in because he's famous in my country and his products and about festival this is fantastic show it is my such an honor and pleasure to be part of this first world wide permanent makeup festival 我要再一次感谢一下赵国民先生 邀请我来参加这次全球持久化妆文秀艺术节 然后这次大会在他们国家非常的出名 他如果我们赵国民先生下次再邀请他来参加 这次大会的话他一定会再来的 全球持久化妆文秀艺术节 来了很多行业的大咖 也来了很多学员 那我们感觉到呢 为这个文士艺术走向世界 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另外呢 我本人在这个行业里做了37年 我们也愿意把文士行业推向世界 做出自己的努力 大家好 我来自山西太原 我叫王文丹 这次呢全球持久化妆艺术节 给我们全球的化妆文秀 是带来了很不一样的一个视觉的盛宴 包括我们的心灵 包括我们的技术 包括我们方方面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成长 通过这次会议呢 我觉得每个文秀师真的都不一样 以后会把这个事情当作一份 非常非常有福报的事业来做 来帮到全世界更多的人 香港文明景修的艺术总监 我是大伟 这次的全球持久美妆文秀艺术节呢 真的是非常棒 然后全球的技术和交流和发展 其实这是对我们整个行业的一件 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 它能够促使我们的行业 更加的职业化 规范化 艺术化的发展 其实呢 最后我们的客人会享受到 国际化的这种高品质的服务 非常的棒 我来自阳南国际文事商学院 我来自浙江杭州 通过这次大赛 我觉得我们的文事行业 在进一步的发展 希望通过这次大赛的话 我们的文事行业更加进入 正规化的一个持久化 正能量化的一个状态 希望这次大赛圆满成功 很荣幸担当这次全球持久化妆文秀大赛的总评判长 这次大赛给我的感觉是真的是国际化 世界化 以及真的是重量级的一个大赛 让我感觉此次真的是非常荣幸 也非常开心 能和重量级的大咖们一起探讨文秀的这种升华和精华 大家好 我是来自于北京的张一英 对于本次全球持久化妆艺术节的期待 大家终于盼到了今天 面对着几千个选手 包括众多的老师 以及国际友人 让我们更加的提升了一部分的技术方面 以及全方位的一个标准流程化 接下来 我希望我们的学生和同行们 能够共同走出国门 让世界文秀看中国 中国文秀最棒 大家好 我是来自杭州的马乐 这次和中外各位大咖们去交流学习 我感到受益匪浅 作为总裁判长 感觉到自己责任重大 上个月我们刚刚做完罗马专场 我希望以后的技术可以有一个好的提升 把中国的技术带向世界 大家好 我是来自古城西安名言一美的创始人张文睿 首先非常感谢这个全球持久化妆文秀艺术节的邀请 让我们全球精英聚集在这个比较难忘的场合吧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会议 但是我是非常的震撼 因为之前是一直从事医美行业 我没有想到我们这个文饰行业能做得这么专业化 精致化和专一化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行业还是非常有良性发展的趋势的 也希望我们将来肯定是越走越专 越走越好 越走越精 大家好 我是收书军 来自广州新美坊 我是宇荣梅的创始人 那来到这个全球持久化妆文饰艺术节 非常荣幸 担任本次全球总裁判长 这个全球的持久化妆节呢 来了全球的文饰大咖们 他们齐聚一堂 都道出了共同的一个心声 要将文饰艺术标准化 规范化 然后呢 一个共同的心声 就是要将文饰走得更高更远 我是来自深圳 陈宝荣 这一次参加甜酒持久化妆艺术节 邀请来很荣幸 我从事这个文饰行业是20年来 所以这一次我是很重大的责任 我要对这一次的作品是公平公正公开 对每一个人要顾得及这个责任 大家好 我是来自温州的江江江 此次参加全球持久化妆人秀艺术节 在很大程度上呢 扩宽了参赛选手及从业人员的视野 提供了专业的国际平台 使我们参赛选手呢 自身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我是来自黑龙江省大清油田的王雅辉 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四五年 但是我做医生已经三十多年了 很荣幸参加这次持久化妆文化艺术节 我希望在这次参加文秀大赛之后 跟各位老师学习更好的技术 把最精湛的技术带给我身边的好朋友 我预祝这次大赛圆满成功 大家好 我是北京的尤亚金 这次被邀请来参加全球持久化妆艺术大赛 感到非常的荣幸 也非常感谢这个平台 这次呢也很感谢这个平台呢 就是说把全球所有的文秀是精英都带到这个平台 让大家技术交流 大家好 我是来自甘肃兰州斯大新闻美业的创始人徐坦 非常荣幸呢 能够参加这次全球持久化妆文秀艺术节大赛 担任本次大赛的平台长 那么这是一场全球同行的一个盛会 那么我遇到了全球所有做文秀的大咖 这标志着我们中国的文秀 走向了世界 那么这样一个盛会呢 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非常感谢赵总给了我们大家一个全球同行交流的机会 谢谢大家 我是来自江苏保利持久美妆的端小木 非常荣幸这次受邀来参加我们这次全球持久化妆文秀艺术节的平班长一职 首先感谢我们这次会议的组织人赵国明先生 在这次国际性的会议交流中 中国文秀已经把中国文秀推到了群球文秀当中 占有最重要的位置 希望我们文秀行业越来越正规 越来越规范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河北美琪商学院的创始人田敏 很高兴这次来受邀参加本次大赛的评判长 首先非常感谢赵先生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平台 让我们中国的文秀能够走入世界 通过这次大赛希望我们的大赛选手取得圆满的成绩 大家好 我叫廖学姐来自浙江温州 非常荣幸能参加这次全球持久化妆文秀艺术节 感谢赵总大的这个平台 我荣幸来参加这次能当了平判长 我最终觉得作为中国人 是个文秀的行业的一个美食者 觉得非常骄傲 做这次呢 文秀艺术节圆满成功 各位大家好 我是来自广州子萱美容公司一名总监 技术总监 我叫周成 很高兴能够来参加这次全球持久化妆文秀艺术节 感觉这次大赛能够将我们这个行业 带到身边的更多人 让更多人了解我们这个行业 然后有更多的认识 所以在这边也祝贺我们本次大赛能够圆满成功 大家好 我是来自深圳环球贺本时尚教育的创始人肖敏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边 也感谢我们本次会议的发起人 我们的赵国明先生 这一次的话呢 感谢他提供这个平台 让我们这个文秀行业的这个从业人员 提供一个纯净的专业的高端的一个平台 让这些手艺人能够变成艺术家 并且也祝本次大赛圆满成功 嗨大家好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 易美国的杨志伟 那么很开心今天被主办当局邀请过来 这次的本次的大会 全球持久化妆文秀艺术节 其实我走过20多个国家 很多地方都去走走看看 这次来到这里真的是非常的惊喜 感觉到整个设备 所有的筹备是非常的用心的 满满的爱 因为感觉到在整个行业里面 要搞出这种的东西真的是不简单 那么呢也非常的感激及感恩 赵国民先生给我们这次的机会 可以让全球的人都专业人士 在一起来交流 非常棒 感恩 大家好 我是美加纳国际美容集团 亚洲总部总裁周亚金 我来自台湾 这次非常荣幸 也非常开心 能够受到全球持久化妆艺术节 的这个大会的邀请 我在世界各处也是参加过 非常多的研讨会 但这一场研讨会 确实让我感觉到 是一个非常高标准 高质感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大会 汇聚了世界各地的人才 来共同在文秀这个领域 来奉献来交流 而且我觉得这一次的大会 给我一个最大的感触 就是这样的高标准 高质感应该要落实在 我们文秀的这个工作上 去专注在我们文秀的每个细节 如此我们文秀的这份工作 必定能够成为我们人生中 非常棒的一个使命 我来自台湾 那很高兴参加这一次 全球持久文秀艺术化妆节 对 那我觉得非常的震撼 而且非常的高标准 那我的年资可能在里面是最浅的 可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原来文秀的世界 是可以跟美跟时尚去做结合的 不是一些我们传统的那种老师的做法 那非常高兴来这一次的一个发表 我觉得好时尚好厉害 我是来自台湾的评审长 然后很高兴参加这一次的全球持久化妆艺术节 那在这里看到所有的主办单位 对全世界的精英在这边集合 然后从事33年呢很开心 看到大家前辈啊还有新的人 然后传承这个文秀的这个技术 然后在这里呢预祝明天的比赛呢 每个人都是不得了的成绩 然后谢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那也谢谢大家全体的参与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蔡树梅 那这一次呢也是很荣幸能够来参加 我们这么的盛大的这个文秀艺术节 那么看到这么多的精英 然后自己也觉得说非常的荣幸 来这边观摩 然后呢也预祝这个大会能够圆满的成功 大家好我是来自温州乔因形象设计的梅家 很荣幸被邀请到参加这次全国持久化妆文秀艺术节 公祝全球持久化妆文秀艺术节圆满成功 都很希望可以拥有一对美丽的眼睛 因为我们在沟通的时候都是在看着我们的眼睛啊 然后眉毛是非常重要是心灵之窗 那么呢持久化妆可以帮助到你的时间 不需要再用太多的时间 每天上班的时候来打发你的化妆 所以呢在目前呢全球都非常的流行 尤其讲到技术的话呢 我们中国是非常的强 因为呢我们中国一向来历史以来的艺术 再加上文化是非常的强烈的 走到全世界各地 我差不多有20多个国家嘛 目前都看到其实走的一趟 真的我们中国的文秀是非常的棒 非常的精细 我是陈欣 来自北京美极美克文是传播艺术公司 参加这次全球文秀艺术节呢 给到我们最大的感受是可以让很多的选手 来自于全球的朋友 对美加以更深的认识 有更多的学习 使所有的人对美更加一个提升 对我们这个行业呢 有一个规范化 我是来自泰国美斯佩姆公司的执行董事 但是他有一个中文名 取了一个中文名叫王极贤 他非常高兴赵总这次能请他来参加 这个世界型的文事大会 作为那个评判长 他来了之后发现 这个大会真的很国际 真的很国际化 广东新闻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